P次新增跟P次删除上禮拜有讲过 所以应该有印象 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回去再把这两个按钮怎么做 回去再开 主要P次删除的话 就是从后面删回去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你在这边建一个 这个module 模组里面再建一个sub 插入程序里面 建一个所谓的P次删除 那删除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主要是三行程式 for i 等于 i 指的就是 第几个工作表 那从最后面总数 缺点抗到第三个 记得关键在这里 step-1 记得就是越来越少 所以可能有假设八个好了 8 7 6 5 4 3 3之后再来就不能了 因为前面两个要留下来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是 缺点抗到三 后面记得补一个step-1 这个如果没有补的话 它跑一个就直接跳里了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是越来越多不用加 但是如果越来越少 记得就要加 OK 然后把它那个删掉 因为它会跳一些警告讯息 所以displace alone把它关掉 记得最后再把它打开 这个应该有印象了 我们做了蛮多次了 接下来当然就是批示新增 新增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当然你可以把它切到 先切到清单里面 切清单做什么呢 就是我希望能够把清单里面的第几个呢 第二个到第七个 或者你可以第二个到最下面一个 最下面一个就是从A2向下追踪 然后去抓到什么呢 抓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小咪的名称把它放X 然后新增它 再重新命名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所以小咪小张一直往下到最后摇摇 所以你把它执行过 你会发现 它会按 我按F8好了 先抓到一个 比如说 现在先抓到那个小咪嘛 它就帮我新增一个 然后重新命名的话就是 最后那个 去点看 有没有 因为它加了一个 add之后呢 又多一个 所以本来两个 变三个 那第三个那个的名称 帮我改成小咪 有没有 OK 那换下一个 再来的话取得谁呢 取得下一个的话 就是小张 所以再增加一个小张 重新命名 依此类推 那最后呢 换完之后 再切回到问题06 当然你可以用问题05来练习 OK啦 只是那个比数不太一样 其他都一样 好 那这个有个新增 有个删除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所谓的那个 批次筛选业务部分 那批次筛选业务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 可以怎么改 我先把这些先砍掉 好了 那其实我们要做批次 批次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从无到有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找到那个我程式码里面有放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拿那个上 应该上上礼拜的吧 上上礼拜我们有做一个 单次筛选业务 其实这一段呢 就是在问 单元5的部分 从这一段 来改好了 直接拿这个来改就可以了 所以 我们还是用修改的 不是重写 所以第一个 你把这一段 Ctrl C 然后拿到这边来 Ctrl V OK 这边是筛选业务 不过呢 这个是单次的 那我要把它改成批次的 OK 把单次改批次喔 那改的流程 一 名称 改成什么 批次好了 OK 比如说前面再加一个批次两个字 应该还有印象 这个我们 这一段程式码 应该不陌生吧 我们是先录完之后 再加上那个Input Box 那再来 我们要改哪些地方 因为我要回圈 所以呢 基本上单次的改法 一 一样怎么样 先到 这个清单里面 做什么呢 去抓这个名称 来查询 用来取代什么 取代这个Input Box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先在这上面 Enter 然后呢 打一个for回圈 for i i 有没有用过 i等于 第几个呢 第二个 啊其实就刚刚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可以干脆拿那个什么 拿这个上面来改好了 拿这一段 干脆拿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 跟这个 c 一下 把这个怎么样 直接 拿这一段 有没有 拿到这边来 啊这边一样 底下先给他一个net 好了 这样子的话 结构先打出来 然后 这个地方的X 可以删掉了 因为我们本来是从Input Box 来的 我现在把它delete掉 因为我现在来源是从清单 好 那所以底下的东西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 选起来 移到哪里呢 移到这个中间 那我的习惯是 移过来之后 记得把它按Tab 键 Tab 记得 是里面的东西 这个让它漏掉 把它这个到 Furnace的里面 这些程式怎么样 按Tab 缩排一下 那为什么要缩排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如果你有缩排的话 上面跟下面的话 Furnace就看得清楚 这个 这个凸出来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把X后面本来Input Box 改成从清单抓 所以它会怎么样呢 先抓个小咪过来 然后帮我去做查询 查完之后呢 换下一个 继续再查 诶 程式改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我刚刚只有改几个地方 一 先把那个 筛选业户先贴上 然后呢 把前面加个批次 然后再把上面的那个FOR 有没有 刚刚这个 这个 这两行有没有 复制贴过来 补一个NAS 然后呢 把中间的部分有没有 把它移到 这个地方 这一块 诶 这样子程式基本上就写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 OK 然后 再确认一下 所以看得出来吧 哪些地方应该是改的 1 2 这个改过 3 其他有没有改 其他没改 好 没改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OK 所以再来我按F8好了 如果你不确定 到底做的 对还是不对 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按F8 逐行去跑跑看 它第一个先 不过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没有切回去 建议 最好前面 补一个保险 你可以确定先让它切回 切回第一个 所以切回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干脆打一个 名称也可以 或者1也可以 对 点Slate 确定游表 因为我现在 现在在清单嘛 如果你没有切回去的话 那可能会出错 再来一次 F8 先切回第一个 总表 然后做什么呢 我就要做 批示 帮我查询 然后我就 从第二个 到 最下面一个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少一个什么 因为我的清单来源呢 是在 我的清单来源在清单里面 所以记得 这边再补一下 把这个怎么样 拿到这里 意思就是叫它去什么 去清单的工作表里面找 而不是在这个总表里面找 因为你如果少加那个的话 他会在这边里面找 就是在总表里面找 那就找的话会出错 所以这个可能要加一下 告诉他说 我的清单是在 这个清单工作表里面 所以再把它倒收回去 OK好再一次 然后取得X 对不对 小咪这样就对了 所以刚刚如果 你抓到的话 可能如果没有加一个 这个工作表名称的话 会出错 然后游标一样 怎么样 放在 B1 B1.slate 然后怎么样呢 把它做筛选 筛选完之后呢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复制这个跟前面一样 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小咪 贴上 栏宽调整 有没有 然后再切回第一个 取消筛选 OK Next 有没有在第二个 小咪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小张 以此类推 所以你会发现了 全部执行 OK 你会发现了 它会自动帮我怎么样 小咪的 龟小咪的 小张的 没错 所以以此类推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就是有什么 有 之前我们的单次 这个是单次的筛选 拿来做修改的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 一 把 这个地方 把它贴上 多一个批次 再去做修改 那改的话 其实我是从 这边来改的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拿 这个 这个跟这个 我把它注解一下 这个 跟这个 拿来改 把这个 中间加上什么 加上这一串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